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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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不覺得很美嗎 對啊 你覺得你空氣好好喔 好美喔 可是不對耶 你說你要帶我來找誰 古光啊 問題現在三四點 你叫我帶來 現在凌晨 你帶我來找古光幹嘛 反正我們也睡不著啊 我就帶你來散散散 那是你睡不著 我睡得著 我跟你講 他住哪 你的古光啊 就住在這邊有個燈火 河的對岸有沒有 有一個閃爛燈火 你要到對岸去 然後啊 再走一點 我騙你幹嘛 我怎麼都騙過你啊 我告訴你 他怎麼過去 本山人是有辦法 欸 沒有鎖欸 旁邊可能真的忘記了 賺到了 彈掉了 你真的是要去找古光嗎 你真的是要去找古光嗎 你真的要去找古光嗎 你幹嘛懷疑啊 我們一路逆流而上 從黑夜踩到微露曙光 可是我還是很懷疑 錦雯的舊宮怎麼會住在這裡 欸 等我走 等我走 人家船飄走怎麼回去啊 欸 對喔 不管了 先去找我古光 站那邊 你看天都亮了 遲到天亮 真的假的 真的啦 你還懷疑到 腿軟了 這一路上並沒有路 也沒有看到住家 我實在很好奇 怎麼可能 會有人住在這個荒涼的地方呢 你沒有看到房子嗎 你說這個 一個啊 怎麼可能 他自己蓋的喔 然後 有時候做大水啊 房子被沖走 然後他又 他又再蓋 小心 你說他一個人住這 對啊 你有沒有看過浩劫重生 怎麼可能 我覺得錦雯一定是騙我的 你看 他又是洪主持人 又是民歌星 他怎麼可以讓古光住在這個地方 明明就是游民住的 可愛一點點 古光 古光 他現在可能不在 他可能要去工作了 唉唷不用開了啦 那是好看的啦 這裡沒水沒墊是裝飾用的 蛤 這裡沒水沒墊 對啊 怎麼可能在台北呢 怎麼不可能 他就喜歡這樣的生活啊 很特別吧 他幾歲了 77歲啊 77歲 對啊 而且他現在 他不在 他應該要出去工作 77歲工作 對啊 而且他的工作真的很特別 你不要再騙我了 而且還賺很多錢 我騙你幹嘛 賺很多錢住這裡 我證明給你看 我帶你去找他 走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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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邊 真的啊 快來 你看 骨骼在那邊 骨骼 你好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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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位親切可愛的阿公 忍不住打從心底喜歡他 我想景雲應該不會騙我才對 只不過 如果真的是景雲的舊公 那他為什麼會住在這種地方呢 莹剩 骨骼 它怎麼耿 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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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跟秀琴騎過 有這麼一個奇人骨功 你每天三點就起來了 好 你身邊要這麼炸 這麼炸才拿去 這麼炸才拿去 骨功名叫黃詩溝 今年77歲 每天在碧潭附近抓魚蝦 生活節儉 因為他不習慣大都市的生活 所以長年以來一直住在這裡 過著沒水沒點 自然原始的生活 我現在要帶著秀琴 坐那艘危險的船 去跟骨功一起收魚蝦 骨功收魚蝦 骨功 今天他在撈水 撈水 會撈水嗎 沒有 這裡就好聽 就行李才可以 要下去 不要緊張 你倒在這裡 倒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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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油 沒有 我會倒在這裡 我會倒在這裡 練 像這樣還會進水的小船 更加顯示骨功 他勤儉 純骨的生活方式 這支小船 不但是他對外唯一的交通工具 更是他身材之道 我們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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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這樣收就可以了嗎 喔 今天是你沒有 是怎麼 這這 怎麼這樣 這樣 今天是你 在那邊賣 沒有 這給你看 你看 你看 好 好強喔 好強喔 我上去 你 你重心 真的不穩 你 我想說 沒有我想說 你上去就 你這樣跳下去 你骨功真可愛 所以七十幾年來 他已經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 即使沒水沒電 也不會感覺到不方便 反而樂在其中 他的子女常常會來這裡看他 一個禮拜 他也會回去一趟 只是 真的不習慣 現代都市裡的環境罷了 像這樣自己去河邊挑水的生活 對他來說 反而比較自在 這是他喝的跟洗澡的東西 其實很輕耶 因為我們剛剛在上面洗手的時候 也看不到 好 難得可以上去這個機會 好 還好有你這個骨功 要讓我都不知道說 台北市還有這種 對啊 沒水沒電還可以做生 他 他還掉根煙 他是老煙槍 是嗎 是嗎 夏摩 夏摩 他體力好好 好 他實況 他一直穩耶 所以這裡面也有水耶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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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辛苦挑上來是不是 我們來一起挑 一、二、三 一個河上 有水河 兩個河上 有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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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你啊 好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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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裡面鞋子都跳 骨功 你看啦 抓了電影啊 骨功 好 沒關係 他把骨功的水弄翻了 你去挑 真是太糗了 換成我們兩人一起挑水 都舉步為艱 可見現年七十七歲的骨功 身體非常硬朗 看他將二十幾公斤的水 挑起來輕鬆的模樣 實在令人佩服 我告訴你 他搶什麼 他說這個一旦會站起來 他幫你打到處 你看看 可以嗎 打到處 香港攝影師來 試看看 快點 你笑我們嗎 剛剛還說他可以 家裡喔 打到處 我們派出了每天扛攝影機 上山下海的攝影師 來和骨功較量較量 哇 這麼大 等一下 下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拿到處理喔 你是幹嘛 拿到處理 喔 爛 剛剛沒這麼多啊 來就這麼多好不好 給一百 剛剛沒有那麼多 來 骨功 來 你拿 還是也都是 好糗喔 剛剛水沒那麼多啊 那骨功 好 你看骨功 好糗喔 你27歲了嗎 77歲就糗了 手要糊啦 骨功 等一下 再來 沒關係 你知道他方法的關係 這個 比較糟 比較糟 這樣是不是 不要啊 比較糟 他的手怎麼怪怪的 他的手看起來是怪怪的 你是用手在提吧 沒有啊 嘿 推這個去耶 嘿 他怎麼會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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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骨功這麼健康 體力又這麼好 可以想見老一輩的人 從小刻苦耐勞 相較於年輕一輩的我們 果真遠遠不及 因為時代背景的不同 物質需求也就不同 所能夠承受的環境壓力 也大不相同 從這挑起兩桶水 就可見一斑 你猜他 最近你猜他要怎麼撿 他弄得很... 說這個方法 都你自己想出來的 沒人家裡嗎 他綁在竹子上面 先全部攤開 對 我說那個綁那 你自己做的嗎 我自己做的 哇 不錯喔 沒想到 骨功連挑魚的方式 都這麼特別 他平常 會將所抓到的魚 拿到市場去賣 一個月 大概有一兩萬左右的收入 對他來說 是綽綽有餘 再換一下骨功的房間 有錢 你不要看我骨功這樣 哇 他像是長者 我覺得你跟骨功很像 真正 真正 這妹妹看 真正 真正 哇 裡面有女婦 啊 古功 蛤 你房間裡面哪有女婦 那女婦是什麼 哪有啦 嚇死她 哪有啦 哪有啦 沒有啦 哪有女婦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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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燈是不幸的 這邊還是有這個 過來過來 你看 你看他點蠟燭耶 點蠟燭過生活 因為他在吃豆腐乳 因為美水泥店 古功靠著蠟燭 以及手電筒照明 房間裡雖然簡單 卻也整理得很乾淨 另外自己還開墾了一片菜園 生活起居 自給自足 只是不曉得 他一個人住在這裡 除了抓魚 種菜之外 會不會覺得孤單 好 古功要去賣魚囉 要去賣魚啊 好 要記得關門 古功啊 你也算老代百人嘛 好 好 老代百人啊 好 你怎麼知道 這裡有一個人 他很喜歡打人 他不但要打人 讓他打的人 都把他洗豆子 這樣 這樣 對啊 你知道有這個人嗎 沒有啊 沒聽過嗎 連七十幾歲的老台北人 也沒聽過這號人物 我想 我們還是往市區找找吧 哎呀 過天啊 好 怎麼樣 我古功是個奇人吧 他根本就是浩劫重生的男主角 對啊 其實他反而在都市生活 他反而不習慣 他反而習慣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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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美水能變的事 因為他這樣的時候 會更歸入 他很可愛 他很可愛 古功剛剛跟我說 他從來沒有這麼開心過 因為這邊從來沒有這麼熱鬧 然後來找他 對 很少 應該很少人 有那麼多人一下子 所以他很開心啊 他剛剛更開心的說 看到攝影師挑水 好可愛 好可愛 古功再見 再見 再見 不買小阿當啊 好 謝謝你 再見 怎麼樣 他很可愛吧 一定要喜歡古功啦